我们继续完成这个功能啊继续完成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看一下怎么个写法啊 我们看一下怎么个写法 注意啊这里主要提供一个这么一个思路啊 有这么一种写法 其实也有相对简单一些的方式啊 其实说我们直接封装到GS里也可以 也没必要非得用GSP自定义标签 但是这个东西呢就当成一个支持点 我们看一下啊 好那这个有了 有了以后下一步是什么 下一步其实就是要删除了对不对 我要把刚才封装的这个ID数组啊 要传到后台 我要把它传到后台 是意思吧 嗯我把它传到后台的话 然后后台接收就可以批量删除了 那现在先这样 我们先 先先传到后台 先试试看啊 先看能不能传到后台先是吧 好 那么怎么弄呢 因为是删除 因为是删除操作 所以它基于这个密等性原则的话 它删除是会改变数据的 会改变数据的话呢 就说明它不是密等性的 这个请求 不是密等性请求的话 咱们就要用什么呀 POST 对因为GET是密等性请求 是不是啊 GET回来东西必须怎么样都是一样的 所以基于这个特性 所以我们用POST来请求 那这样用POST来请求呢 我还要怎么办 我还得是 等于是在这里啊 OK了以后 我在这里点了OK以后 它就应该请求我的后台 做一个POST的请求 那等于是我要在JS JavaScript里做POST的请求 是不是这意思啊 那怎么办 只能用什么呀 AJX 是不是用AJX啊 用AJX请求 AJX请求的话 我返回的数据应该是什么呀 应该是Json格式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干一个事情 就是 我们这里 有一个 新的注解 叫做 ETA Response Body 这个东西 我们看一下 这什么东西啊 ATA Response Body 注解 表示 该方法的返回结果 直接写入 HTTP 响应证文 Response Body 中 一般在 一步获取数据时 使用 一步获取 是不是 那个 AJX啊 那不就一步获取 是吧 通常是在 使用ATA Request Mapping 之后 返回值 通常解析为 跳转路径 加上这个 注解以后呢 不会解析为 跳转路径 而是直接写入 HTTP 响应证文 为什么呢 因为 ATA Request Mapping 这个注解 是让你跳转的 对不对 是吧 跳转到 叉叉叉页面 某个页面去的 那现在如果增加了 ATA Response Body 注解的话 就会怎么样 它就不会跳转了 不会跳转 会干什么呀 它就会返回数据 返回什么数据呢 返回Json 或者Xmail 它只会返回数据 而不是什么 而不是返回 哎 你要跳转的页面 有这么一条 是吧 好 那继续这一点 我们现在 这个请求 就是说 我现在正好满足 这个条件 我要A这个请求 一步请求 我还要得到返回数据 那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要创建一个 什么东西 创建一个方法 就是Public 视讯 先试一下 对不对 咱们得先试一下 那这个方法呢 是删除 对不对 Delete Delete 一个 这个 视讯 一个 我这个名字 Ids 就是传回来 就是ID 对不对 到了 因为你可能是一个ID 也可能是多ID 都有可能 是吧 Ids 好 先这样 先传回来 然后这里 Return一个 Hello Ajx 就等于这个时候 咱们要做的是 Ajx请求 对不对 好 那么这里就 Request Mapping Value 等于 Delete Method 等于 Request Post 然后 加多一个注解 Response Body 就是意思是什么 这里会返回 接审格式的数据 这个请求 就可以通过 Ajx 直接请求了 这个就是 删除 用户信息 那 我现在就等于说 我要试一下 我试一下 是不是能得到 这个 Hello Ajx 对不对 我要试一下 好 那么在这里 我先把它 停止掉 这次要干一个事情 因为呢 我在这里 直接Return了 这个对象 虽然是Skrin 但实际上 我还可以Return 自定义对象 就比如说 之前那个Base Result 我也是应该 可以Return回来的 是不是 那么他呢 需要帮我 把它什么呀 解析成Json 他要解析成Json Skrin会帮我 自动完成这个功能 但是他需要 增加一个依赖 就是什么呀 Jaxson Jaxson 是这个 Json的这个 解析和封装的 一个工具类 这么一个意思啊 但是他就是说 他默认是支持 是Jaxson 因为还有什么呀 还有JsonLibre 这种依赖 也是拿来做 封装 Json和解析 Json用的 那么Jaxson是目前 目前来看 全球效率最高的 Json 封装解析工具类 明白吧 目前来看是这样 好 那么这里 因为你们之前 有学过那个 Json这个解析 对吧 然后用的是 FastJson 是不是 那是阿里巴巴的 对不对 那个Json工具包 有问题 有bug 实际上 不仅有bug 而且里面的代码 很多是写死的 没有Jaxson 优雅 实话实说 所以我们用 怎么样 我们只用Jaxson 不用FastJson 明白吧 虽然 它号称效率很高 但实际上 它里面大部分代码 首先第一 它是 它有很多代码 是仿Jaxson的 再一个 很多地方是写死的 没有Jaxson那么灵活 执行效率这一块 也没有Jaxson高 所以我们只用Jaxson做 Json解析和 和这个封装 不需要去使用FastJson 明白这意思吧 当然了 你去到公司 别人非要用FastJson 反正你也会用 是不是 我去告诉大家 有这么一个特性 好 复制一下 那么我们把它放到哪里 Dependency是吧 对 增加一个Json 这个版本号 是不是提取出来 这就是Jaxson.version 好 这里改一改 服务停掉了 好 这里就是Dollar Jaxson.version 复制一下 粘贴一下 回到我们的 WebAdmin 这里 哦 把刚才那一段 复制一下啊 这里 复制 粘贴 这个 闪掉 刷新 可以了吧 在这里 杰克森 是不是 好 那么有了杰克森 以后呢 Spring MVC啊 默认会帮我们 装载这个杰克森 所以你只要有依赖就行了 Spring MVC就会默认帮我们配置这个东西啊 这个时候 咱们Retain就行了 好 我们启动 试一下看看啊 请求这个地址看 能不能得到这个Jaxson数据 嗯 可以啊 然后怎么测试呢 怎么测试呢 就是直接访问那个地址 看看效果 对不对 User Delete 然后 呃 我这里是什么 Post的请求 对吧 呃 我这还是Post的请求 那这里就 先这样啊 我先改成get 我先能把东西拿回来 可以吧 我先改成get啊 先把这个事成功先 问号 ids 等于 比如等一 是吧 哎 能拿到东西 是不是啊 可以吧 哎 他能拿到值就行了 好 能拿到值 那么这个时候 咱们再把 sitm.out ids 把这个东西打印出来 那 既然能拿到返回值 那我这个时候就可以使用 Jaxson数据求来试试看 能不能请求到这里 然后 能把ids带回来 不就能做散除操作了吗 做了散除操作 他在返回什么 返回对应的结果给到我 对不对 好 我这里的返回值呢 肯定是不用sitrim的 因为我要封装一个对象 我要得到什么样 状态码 你是成功还是失败 是不是 一样的啊 所以这里我返回的是 base result 对吧啊 返回base result 那么这里就应该是 base result 点 success 点 这个base result 是吧 哎 我返回这个东西 我们再试一下效果啊 再下效果 先把它试成功 好 再得再刷新一下 哎 一片空白 对不对 没有东西 一一传过来了 参数能传过来 没问题啊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报错了 果然报错了 对不对 哪里报错了 空指针 谁空指针啊 Permotion Intercept 这里控制针 哎 拦截器这里控制针 为什么呢 为什么控制针呢 因为这个时候 在这一局 对不对 怎么样 掉用这个方法的时候 说白了 就是我们得试一下 下个断点 可以吧 我们再撤一下 下个断点 看一下什么原因啊 回车 哦 到这里来了 对吧 好 然后我们单步调试 哎 直接报控制针了 是不是啊 嗯 这什么 什么 什么 跑完它就可以了 什么原因呢 其实是什么 其实是我们的那个 model and view 那个东西 model and view 那个东西 爆空了 model and view 那个东西 爆空了 在这里 是不是在这里 报的控制针 在这里爆的控制针 说明什么呀 说明model and view get view name 这里是空 这里闹嘛 不然怎么匹配呢 是吧 虽然在下面 没有写清楚 对不对 但是在这里 调试的时候 是这个意思嘛 那说明我们 是不是要在这里 判断一下 判断一下 对不对 model and view 非得闹 因为也好理解 加了这个 ata response 注解以后 怎么样 它就不再返回视图了 它返回什么 它返回Jason 是不是 它不返回视图 返回Jason 所以model and view 是不是试图啊 那这个东西 唯空也正常 对吧 那按model and view 点get view name 非得闹 按这个 是不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再拦截 是可以这样说吧 好 然后这个时候 咱们回来 再刷新一下 再刷新一下 可以了吧 看到没有 东西出来了 有了吧 State message 有了吧 挺好的嘛 好 那这个就OK了 请求就OK了 是不是 好 请求OK了 我们再回到control了 这里改成post 那么现在就是 我现在要通过什么 前端js 通过HX 把数据传回来 能传回来不就完了吗 是吧 能传回来 能得到数据就行了 对吧 好 怎么传呢 这时候必须是 这个 这个是什么 等于等于none的时候 把它显示出来 这里时候又有问题了 等于等于none的时候 把它显示出来 我要的消息是什么 我要的消息是 你还没有选择任何数据 最少选择一项 是不是意思吧 但如果有选择 是不是 您确认要删除 这条数据吗 是不是这意思 说明这里有两个消息 要出现 那我在这里放message 是不是不合适 对吧 不合适 不合适 所以咱们又要改造一下 也就这个message这里 我得让它变成什么 动态的 我得让它变成动态的 那么这个required 就可以改成false false 就是不是说必填 不是说必填 但是呢 我又必须要传消息 那它这里呢 它虽然是gsp 自定义标签 但它实际上 还是个gsp 欠在里面的 所以我还是能拿到里面东西的 所以怎么样 所以我可以给一个什么 可以给个id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给个id 或者不给也行 我们就放在这里 其实这个p这里有id就行了 id等于什么 等于model -message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对吧 这里顶多这里是空嘛 model-message 那么我们再回到userlist 这个时候 如果等于等于non的话 我们就除了要这个显示它之外 我还要给一个消息进去 model-message 什么 你还没有选择任何数据项 请 请至少选择一项 可以吧 不试一下 得试一下啊 用户列表 删除 可以带进来了吧 自端 是不是啊 OK OK 没问题 那这个时候 因为 因为这里有confirm 还有delete 说明什么 说明这样用 其实也不太合适了 是不是也不太合适啊 啊 因为 因为我这个时候 我已经传了confirm了 所以我这样做 其实也不太合适 那 所以这个模态框 只能干什么呀 说白了 只能就 直接一个model 就放在这就行了 就一个model 放在这就行了 然后我们再回到 这个模态框 操作和 这个 跳转链接 这两个 用不了 因为我这状态 不一定 对不对 状态不一定 所以这两个东西 我用不了 我把它删掉先啊 我的删掉先 就title message 就行了 然后这个 这里 这里 这个事件 这个东西 这里这个事件 我们也不写了 因为这里 不太好操作啊 我们就当是一个 叫什么 gsp自定义标签 就是为了封装 一个模态框 这个gsp 把它放在最下面 而已 就干这个事情 可以吧 因为这时候你想一下 是不是 我说这功能 还能怎么样 其实可以不用 自定义标签 对不对 是吧 但是我们就了解一下 有这么一个 有这么一回事啊 好 那这里就放在这 那现在怎么办呢 现在是不是点 btnmodelok的时候 如果 就是怎么讲 我回到这里啊 点那个 ok的时候 就是把它 关掉 对不对 我得把它关掉 我得把它关掉 怎么关呢 自定义模态框 等一下啊 我得把它关掉 那我这里有id 说明我可以直接通过这个id 是不是啊 嗯 直接通过这个id 这个给它一个函数 你看它这个 直接通过这个id 绑定一下啊 绑定一下 那就是到了 我们写外面先啊 慢慢来 到了 shop 点 bund click 这个就是hide hide 哎 但问题是 这个 怎么说 等一下 我想一下 这里还是得判断一下 对不对 你这个 嗯 没有数据的时候 你这个是hide 但有数据的时候 又不行 是不是啊 那怎么能判断出来呢 如果这里 这里为 我怎么知道这里 是什么 我怎么知道这里 是干什么的 我怎么样才能知道 这里是干什么的 我必须要点那个确定嘛 对不对 那我怎么样才能知道 这里是干什么的呢 怎么样才能知道 我怎么样才能知道 这里是干什么的 嗯 是要删除 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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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怎么地 怎么判断 还是得在这个 click里面判断 对不对 是不是得在这里面判断啊 所以这里我得传 我得传一些参数进来 实际上 我得在这里传一些参数进来 就是说 如果有这个url这些参数的话 我就可以删东西 不然就不行 是不是这意思啊 对不对啊 这里 这个 这个怎么写呢 这个怎么写呢 这个怎么写 那只能先 只能先 嗯 只能先写死 只能先写死啊 我先写死 就 我在这里定义一个函数 onclick 这个就是什么 bting mode ok click 好 这里 这里说错了啊 把它删掉 这样啊 我们回到这个list 在这里我可以 其实我还可以 不是还可以定义 定义这个函数吗 上面是delete mute 我这里就定义一个 比如说叫delete 这个方法 del啊 del这个方法 那么这个方法里面呢 我就要传url 这个东西 对不对 我要传这个链接啊 我传链接 嗯 不仅要传链接 我还要传什么东西啊 其实我还要传这个数主 对不对 哎我还把这个数主带进来 啊 地址和数主 这个就是参数啊 这是参数 参数 参数 呃 先先叫成数主吧 啊 idary 慢慢改啊 不着急 那么 有uil 这个东西 是不是我可以根据这个来判断了 嗯 我可以根据这个来判断了 那么这个就是如果 是不是一样的 如果它等于等于0的话 if id ary 点 length 等于等于0的话 不就是把它hide掉就可以了 对不对 把它隐藏掉 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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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可以提交数据了 否则 我就可以提交数据了 所以这里bond的时候bond是dl 这个参数 idary 是不是要传idary进来啊 哎 所以这个idary 得是一个什么 得是一个成员变量 是不是啊 是一个成员变量 这是一个成员变量 ok 这里就 这里就可以传idary uil是user 是有的delete吧 哦 是的啊 好 到这来 否则 就 提交数据到后台 看看行不行啊 试一下行不行 f12 刷新一下 删除 确定 能关掉 对不对 选两个 删除 呦 这是什么 也没报错 慢一点啊 删除按钮在哪 删除按钮 delete mute 好 在这里 也没报错 哦 哎 对的吧 应该什么 我选中了 应该 提交数据到后台 这个应该被打印出来 对不对 应该被打印出来 那 他在 我在这里啊 再打一句 再打一句 试一下啊 看看这个 是不是这里没触发 还是怎么回事 刷新一下 删除 删除 直接点 确定 哦 对的 因为我放在最下面的嘛 是吧 我选两个 删除 哦 点删除的时候 都不会弹出来 是不是啊 选中了 点删除的时候 都不会弹出来 说明什么 哦 说明 这里 这里 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 这句秀都需要 对不对 啊 这句秀其实都需要了 应该放在这 对了吧 啊 等于点零的时候呢 我只是放一个消息而已 否则呢 否则我消息得换一下 是不是这样 就是什么 您确定 删除 这个 怎么 就数据 数据项嘛 是吧 啊 您确定删除数据项吗 这个意思 是不是啊 有ID说明要删了嘛 对不对 没有就让你选嘛 是不是啊 然后都让你确定 对了啊 再回来 再刷新一下 好 什么都没选 点删除 点OK 没问题 选中两个 点删除 哦 您确定删除数据项吗 点确定 提交数据到后台 是了吧 哎 点关闭就 就算了 对吧 点关闭 好 这个说明 这个方式就成功了 这方就成功了 成功以后 是不是开始 ajx请求了呀 嗯 这是$.ajx 这里填什么 这里填什么 是不是这样 呃 第一个什么 UIL 是不是 UIL UIL 上面有 有参数下来 对吧 从带过来啊 UIL 有参数下来 还有呢 还有呢 Type Type Type是什么 POST 还有呢 Ded Type 是不是啊 对吧 JASON 还有呢 啊 还有啥 是不是 这个是 Data 对吧 这个是Data 这个是Data 对吧 那这里就Console了 点Logo 点Logo Data 是不是看看 打印出来长什么样 对吧 有UIL 有Type 有Data 还有什么东西啊 参数 哦参数 对对对 还有一个叫Data的参数 是不是啊 这个 这个传的是ID array 是不是啊 但它是个对象 是吧 哎 然后它是个对象 然后我们后台 接受的是IDs 是不是啊 IDs 然后冒号 什么 呃 ID array 是不是长这样 对了吧 后台接受的是IDs嘛 然后我们传的是ID array嘛 好 这时候我就看 能不能传到后台 是不是啊 我们这里下个断点 看能不能把池带过来 是吧 然后还能看到 它返回的结果 我们试一下啊 刷新一下 就是 删除 啊不 选两个啊 1011 删除 确定 哎 过来了 是不是过来了 对吧 好 但IDs为None 是不是啊 IDs为None 但最起码它能请求到 这就是一个好的开始 对不对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是吧 好 然后再看啊 为什么呢 后台这个名字是叫IDs吧 哎 那这个呢 它是个书主 那得吐个死菌 是不是啊 哎 把它换成字符串 再试一下 对吧 嗯 刷新一下 选两个 删除 确定 确定 1011 下来了吧 哎 答应出来了 没问题吧 哦 传到后台了 可以 然后再看前台 前台这里 State 200 Message成功 哎 是不是成功了 东西来了吧 哎 一来一回 OK了 是不是啊 可以可以可以 very good 是吧 你们也觉得很棒吧 好 那这个时候 这个条件满足了 条件满足之后怎么办 这个删除这个功能 是不是通用的啊 是不是封装啊 要封装吧 因为批量删除谁都有 对吧 所以啊 咱们要有一个批量删除的封装 我们就写这啊 又增加东西了 这是初始化iCheck 这是全选 再来一个什么 批量删除啊 mute 可以吧 等于方格圣 方格圣什么呢 我们回来看啊 等于方格圣 首先有个url 完了有个参数 其实也不用参数 删除的时候 其实我想要的就是这个 就是这一段 是不是啊 哎就这一段啊 好回到这来继续 这里有个成员面量 上面这一块是iCheck的 对不对 下面还有一个 这个竖主啊 竖主 用于存放id的竖主 就是VR一个什么 什么 下滑线 id 这样 等于 不用等于 就放在这就行了 好 id 这个时候回到这里 是不是等于是这里的下滑线 id 等于new一个array 竖主嘛 是吧 存放id的啊 这个就是 批量删除 这里要传url 对不对 要传url参数 好 然后我们回来这里继续把这里代码复制一下 我还得获得元素 对吧 所以这一段也需要 是不是啊 一点点复制啊 一点点改 id id area有了将选中的id放入竖主 这个就是get checkbox那这里就不用app点get 是不是可以get就这次是吧 get checkbox 是吧 把它get回来 然后继续变力 VR一个id 等于这个 没问题 这是下滑线 id area 点push 下滑线id push进来了吧 好 push进来之后 再往下一步 就是 如果id area等于none的话 把它呼出来 否则 否则到这一步 是不是啊 对 回到这个gs 继续 这也就是下滑线id area 是了吧 是的 好 然后 再然后 再然后 再然后就是 我们要绑定 这么一个事件 绑定这么一个事件 是不是这东西啊 绑定事件 调用 这个del方法啊 好 来试一下 回到app 我需要绑定的 其实就是想绑定哪个事件 我是绑定谁啊 我绑定谁啊 就是绑定这个btnok的那个事件 对不对 是的 绑定btnok的这个事件啊 好 直接复制一下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嗯 这个 每每次 每次都去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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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合适啊 我们搞一个畜生化的 再写一个自由函数 VR一个handle 这个什么bond bond的这个model 模态框的btn的ok的事件 可以吧 绑定 绑定 模态框 确定 按钮 事件 嗯 事件 绑定 模态框 确定 按钮 事件 但这样 哎呦 又傻逼了 呃 因为我这里必须要传什么 啊 对 我必须要传参数 所以我写这个行也是废的 是不是 算了吧 傻逼了啊 你看这就是 整个开发过程中的思路 我知道吗 学习这个思路啊 好 这里一个dl 是不是啊 那dl怎么办呢 我们再写 我们再这个 这是私有函数是吧 我们再在私有函数里 写一个function 这叫函数套函数 dl 函数套函数 什么概念呢 这个就是什么 这是什么意思呢 删除就没问题啊 这就是当前私有函数的私有函数 这不是dl吗 这个function是这个方式的私有函数 那说白了上面这个方式 你看啊 我是不是可以 比如说我这里this点 点什么 点hand了 就是调用它啊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然后这个是 然后这个是 这个也不是 这也定用不到 hand了 hand了什么 delete mute 是这个意思吧 你看这里能找到 对不对 好 你再看 我dl dl 这个时候 我们在这里 console了一下 点logo 上面这是干嘛 初始化的 对吧 哦 这个全选功能 这个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啊 能不能调用到 报错了 你看 dl is not defined 未定义是吧 我们把它删掉 那么 能理解吧 这什么概念呢 这是 这是这个函数的私有函数 意思就是 这个dl函数 只能在这个函数里被调用 只有他能用 其他人用不到 看到没有 是吧 叫私有函数的 就是如果他不是私有函数 实际上 实际上正常情况下 我们写那个方式 是不是大家都能用吗 但因为我用了函数对象 所以这个地方被我变成了私有函数 是吧 如果你不用函数对象的方式的话 你又想用私有函数函数 就是在方式里面 再嵌套方式 那就是私有函数 不然你GS怎么做到私有函数呢 那我已经用函数对象 我已经做到 是吧 那这个时候 我这dl 只有当前方法能用 其他人用不了 哎 是不是啊 因为我这确实只有他 就应该是他用嘛 是吧 这就是私有函数 这又是个私有函数的写法 是GS 因为脚本语言 它是弱类型语言 就写起来很随意 看到没有 是不是写起来很随意啊 呃 然后 然后是不是可以这个删东西了呀 但其实这个时候呢 又有一点 嗯 怎么说呢 行吧 就这样吧 好 url 这时候就等于是把这个url 其实这里啊 就不用传东西了 为什么呢 因为参数已经带进了 对吧 它们的作用域是都可以访问到的 都可以访问到的 所以这里就 直接调用dl就可以了 直接调用dl就可以了 那么dl这里是不是继续回到这里来判断啊 嗯 然后这来判断啊 把这个复制过来 粘贴一下 这是下滑线 这是下滑线 idr 这是下滑线 idr 这个是删除数据 好 如果怎么样 没有选择项 没有选择数据项 则关闭摩太框 则关闭摩太框 否则就是什么 删除操作 对吧 删除操作啊 删除操作 好 那么这里就调用这个dl 传回了url url url在这里 没问题吧 不知道 看上去没问题 是不是 看上去没问题啊 好 咱们再回到gsp 是不是这一段都不要了呀 又不要了吧 先把解切出去啊 别的说又不行 粘贴一下 ok 那么这个时候 咱们的这个删除按钮 这里是不是变了呀 就是什么 app 点 我们还没有把它变成公共的 是吧 要return回来啊 所以这里有一个什么 叫做 delete mute啊 放个声 url 是不是传参数进来 然后调用handle delete mute url 是这样吧 再回到gsp 这里再试一下啊 app 点 delete mute url是 user delete 是了吧 好 我们再试一下这个 行不行啊 knt b加f刷新一下 删除 z4点 getchickboss 哎 这里这里有问题 回到app 这个吧 不需要 不是不是getchickboss 而是什么 handle了getchickboss 是不是啊 有没有有没有这个 哦不是 等于什么呀 getchickboss本来就有 根本就不需要等于 对不对 是吧 根本就不需要等于啊 直接就 它已经是成员变量了 对吧 哎 这里直接就有这功能啊 好 country 刷新一下 删除 没问题啊 选两个 删除 确定 成功 是不是啊 下个断点看一下啊 这里 下个断点看一下 删除 确定 穿进来了吧 嗯 哎 哎 可以的啊 走 哎 进来两次 是不是啊 是不是进来两次啊 嗯 进来两次就是 又有问题啊 进来两次又有问题 什么问题呢 下面没有了吧 删掉了对吧 好 回到上面删除 deletemute url 调用handle了 deletemute 到这里 ok ok a bond del 绑定了这个 事件 没有哪里在掉这个方法吧 好像没有 嗯 嗯 调用了两次 为什么会掉两次呢 kontrf刷新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element 啊不是 sauce 这个app app js在这里 我们把它放到下面来啊 好调试一点 我们调试一下这个js 选中以后 我点删除按钮的时候 他调用了两次 那我在这里下个断点 在这里下个断点 试一下啊 删除 确定 确定 进来了 单部调试 会跳到dl里面 对的 然后 lens 为空 对的是吧 走 没了 选 选两个 选两个 删除 确定 跳到这里 走 走 ajx请求 走 进来了 是吧 走完它 回到页面 走完它 诶 又一次 是不是又进来一次啊 诶 它又进来一次 又进来一次 果然 那这里有 还有 还有什么情况 会被用到呢 好 那这里可能 会不会是和a标签 有关系 对不对 不知道啊 是啊 把这个删掉 因为ajx请求嘛 就不需要用a标签了 对吧 好 我们来试一下 是不是跟它略微有点关系 把这个断点删掉 f5 Ctrl f5 刷新一下 12 删除 确定 走 果然 是不是啊 a标签引起的两次提交 对不对 两次提交 是不是啊 好 现在两次提交的问题也解决了 啊 两次提交的问题也解决了 是不是啊 好 那这个时候啊 假设咱们是成功的处理 再回到代码 再回到这个 js 假设这个是成功的处理的话 还得判断一下 还得判断一下 嗯 concel了 states等于200对不对 那就是如果 如果如果 data.states 等于等于200的话 代表请求成功 就是删除成功 是吧 那么我们就怎么样 window.location.reload 我在页面刷新一下 是了吧 不是那边刷新一下 否则呢 就删除失败 怎么样 就 啊 就怎么样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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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这里 是不是这里 是不是提示一下 提示什么 data.message 是不是把这个内容 换成message 然后呢 再把它 显示出来 显示出来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 我是点了确定的 我是点了确定的 那么不管怎么样 这个确定现在变成的情况 就是无论如何 它都会 消失 无论如何都会消失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一句 放到外面 对吧 那这里就是 这个如果没有选择像 数据像的处理 对吧 哎 这个 不知道处理啥 就空在这里 显 是不是啊 不知道处理什么嘛 就空在这里显 好 我们再回来 再刷新一下 删除 确定 没问题 选两个 对吧 选两个 删除 确定 刷新了 成功的吗 对不对 后台给你成功的 我再试一个失败的 可以吧 再回到U的口去了 我们测试一个失败的 那么这里就fail 请求失败 比如说啊 好 回到这里 再刷新一下 选两个 删除 确定 请求失败 是不是又有bug啊 嘿 请求失败 而且还黑了 很尴尬啊 好 那删除 确定 请求失败 怎么办 是不是又要来改啊 又要过来改吧 嗯 无论如何 它都会被隐藏掉 那么 现在删除 失败了 删除失败了 这个 这个字倒是写上去了 对吧 啊 字倒是写上去了 好 那这个 怎么办 怎么办呢 或者这样 或者 还是这样 因为刷新的时候 怎么讲 试一下啊 刷新的时候 它反正这个页面就没了 我就不管了 对不对 那 这里失败的话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呢 我这个东西啊 我不隐藏 我先不隐藏 也不是啊 为什么 我已经绑定了 我这个按钮啊 已经绑定了DL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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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个ID里面是有东西的 所以它肯定一直会操作这个东西 所以这里是个死循环 是不是啊 对吧 其实这里是个死循环 那它已经失败了的话 已经失败了的话 也就是说 我除了这个之外 我还得额外判断一下 我还得额外判断一下 就是或者 或者什么呢 我得看一下 这里面是不是 那个叫什么 有失败这两个字 比如说是这个意思 要不然我怎么办呢 现在是 现在是不是个死循环 现在是个死循环 因为我那个ID里面是有东西的 我那个ID里面是有东西的 所以我这里就会一直出现 这么一个情况 但正常我应该是将它 这个 关闭之后 因为我每一次点它都应该先关闭 先关闭 完了以后 我请求失败了 我再点那个确定 我再点那个确定 它又会来做一次AJX请求 是不是这意思啊 对吧 它又会来做一个AJX请求 所以这里的话就 就怎么样 这怎么提示呢 这里很尴尬 这里怎么提示呢 对吧 是不是把自己堵死了 这条路 这里好像有点把自己堵死了 的意思 意思是不是 因为它失败了嘛 失败了 我点确定就不应该再请求了 对不对 而是应该变成什么 我知道了这个情况 对吧 那还不如怎么样 还不如让它刷新 我们从后台带消息过来算了 所以成功还是失败都怎么样 都reload 成功或失败都reload 然后把消息放到request当中来 就这里不处理 没怎么处理的 就这里不处理 不处理 好 回来刷新一下 删除 这没问题 选两个 删除 好 这里不处理 不处理的话 不处理的话 这个 又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这是agx星球 对不对 我唯一的消息就在这个里面 我唯一的消息在这个里面 你说我怎么办 我说还把它放到那个什么 model当中 对不对 model当中 那它这里接收的又是reload 哎呦 我去 很尴尬 这里很尴尬 这里咱被困住了 对吧 没困住 没关系 再来 还是一样 还是这样 data.states 等于等于 200 成功的话 就window.location.reload 这没问题 下面这个怎么处理呢 行 你不是不让我那个吗 因为每次点那个确定都过来 对吧 好 我在这里 我强制帮你 把绑定的改掉 改掉行不行 总可以吧 叔叔清掉的话 我那个勾还在上面 对不对 我明白你的意思吗 对吧 叔叔清掉的话 我点的这个勾还在上面 对吧 我现在强制 把这个事件 重新绑一下 试一下 删除 这没问题 选两个 删除 确定吗 确定 这个 确定 没了 为什么 因为没有 没有那个 刚才那提示也给我删了 这个吧 嗯 这里 这应该是什么 data.message 是吧 把消息改掉 然后咱们把它再秀出来 秀出来 然后重新绑定 这个事件 不让它出发 这个事件 是不是 这是我的一个猜测 选上刷新 确定吗 确定 诶 说明我这个猜测不是很正确 是吧 不是 这肯定 请求失败 可以的 确定 哦 这个 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 应该是我点它的时候 它在绑定这个事件 点 那现在呢 我把它先隐藏掉 然后我重新绑定这个事件 我让它hide掉 那 我得看一下啊 这个 是不是要这样做 是不是和上面那个有关系啊 我试一下 删除 请求失败 确定 诶 删除请求失败 确定 刚才那个 好像是 好像是这么个意思啊 现在就没有选中 直接直接关掉 关掉 没问题 然后否则的话呢 否则就 这个 否则就提交 提交以后 成功了 就 重新装载 不然就怎么样 把这个消息提示出来 但是它现在是个 一步请求 一步请求呢 可能是因为这个东西 没有及时 呃 也 也 也不应该啊 它这个时候没有及时装载 我先把这个消息呢 换成了 后台传回来的消息 我再重新把它打开 上来先hide了 然后重新把它打开 然后我把它的事件 重新绑定为 这个hide 理论上应该可以的呀 那我现在试一个新方法 就是 这个 一步 改成 false 就什么呀 同步请求 我来试一下同步执行 行不行 删除 确定 失败了 可以了 对不对 哦 因为什么 因为刚才是什么 刚才是一步在执行 一步在执行 它就怎么样 做不到 所以我要让它阻塞 我要手动把你阻塞掉 对吧 我让它 怎么样 从上往下的执行方式 所以我让这个 这个请求变成什么 同步执行 而不是一步执行 那这句话就是什么 设置为 同步执行 对吧 我们再试一下 刷新 这个 删除 确定 请求失败了 确定 没问题吧 确定 哦 不行 是不是 所以刚才是巧合 对不对 特别是你点快了之后 马上就看到了 对不对 所以刚才是巧合 所以这句没有任何意义 没有任何意义 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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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又得 又得用点小技巧了 又得用点小技巧了 好 那否则这里 这个请求是吧 那我们 set them out 可以吧 咱们延迟执行一下 看看行不行 我们延迟执行一下 方克胜 逗号 延迟500毫秒试一下 选两个 删除 确定吗 确定 确定 哎 哎 延迟执行都不行啊 延迟执行呢 我这里 哦 对 对 这一句话 要放到 这时候又要把它放到外面去了啊 因为刚才把它切进来 我再试一下 哎 我还不信了 延迟执行都不行啊 删除 确定 先消失 哎 再弹出来 失败了 确定 哎 这个时候的确定 为什么它还 一直非要 那 刚才 刚才那个效果是对的 刚才那个效果是对的 对不对 但现在问题就是为什么它依然会这个 叫什么 把这个反过来试一下 我们把代码放上面试一下 看是跟这个顺序没有关系啊 删除 删除 不是 选中 删除 确定 请求失败 确定 不行 不行 这这这这这这这怎么办呢 把哪个把哪个关闭 把确定隐藏让它点关闭 不行 这个 好 这时候我感觉是这样啊 它绑定了两个事件 一个DL事件和下面这个Hine的事件 是吧 那我们试试看 是不是能把这个事件先结绑再重绑 这么一个概念呢 先unbound click 我把它结绑 再重新绑定 然后再 再把消息写上去 再显示 这么一个 感觉啊 刷新一下 删除 选中 删除 确定 请求失败 确定 有点意思 对了吧 先结绑 再重绑 然后这个时候 我点删除的时候 它不是又绑定了DL事件吗 我点这个删除的时候 它是重新绑定DL事件 对吧 然后我点这个确定 它就带我提交数据 完了以后呢 呃 失败了 对不对 成功它就reload的嘛 刷新 失败了 就先帮我把那个事件 结绑 然后再重新绑定 那个hine的事件 就不会变成刚才那样 死循环的效果了 是不是做到了呀 可以的啊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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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500毫秒延迟 增强一下科夫体验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一些动态的效果 而不是申搬银套的突然 突然变 对不对 你看它有先消失 再出现 再消失 你看这种感觉 对不对 很柔和是吧 好 然后这个 前台就OK了是吧 前台OK了啊 这时候你就会发现 怎么 以后 以后做删除的时候 只需要调用这一个方法就行了 gir就可以了 对不对 咱们批量删除的封装 前端封装就OK了 就后面就不用写了 写且只写一次嘛 对不对啊 写且只写一次 有道理吧 好 然后后台怎么办呢 后台是不是要开始批量删除了呀 嗯 后台要批量删除 那么就回到哪里啊 哪个地方 先写 先写什么 先写XML对吧 嗯 这个就是delete delete 就delete 这个mute mute啊 mute 是吧 怎么写啊 delete from表明 是不是 昨天说了一个那个叫什么 叫做这个 for each标签 是不是啊 对吧啊 好 delete from表明 well 对吧 well 什么 well well 什么 id i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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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in 那个for each 是不是这样子的 对吧 在这里啊 well id well id in for each 那么这个我们我们也像他一样是吧 if test the array 非等于呢 and array lens 大约0的话 是不是这样写啊 哎好 那就是 delete delete from表明 well 等一下啊 这你想一下啊 如果没东西的话 如果没东西的话 它不全删了吗 很尴尬啊 这个地方是吧 这不能乱来 对不对啊 这不能乱来啊 所以怎么样 所以这里必须就直接写well 是不是啊 直接写啊 外定啊 这很尴尬啊 这里 什么for each 对吧 collection是ary ary 然后是 什么 open 左括号 对吧 左括号 close 右括号 分割服是 逗号 可以了吧 嗯 那就是 shop id shop id 好 这个ary 我们试一下行不行 好 回到这个 哪里啊 d o d o 加多一个 void delete mult 宿主 对吧 id s 可以吧 没问题啊 嗯 哦 浪类型的 速度 对吧 那个 也行 也可以 也可以刷 试一下嘛 错了再改嘛 对不对 你鞋带嘛 不就这样嘛 对吧 错了再改嘛 谁 谁说非得一次性成功呢 是不是啊 没人说过 非得一次性成功 对吧 mult string ids 批量删除 实现一下 嗯 在这里 这就是 这个点 delete mult ids 可以吧 好 再回到 user controller 这里啊 这里要 要判断吧 if string utils 点 is not 就 不为空的话 是不是他 他要不为空 对吧 嗯 怎么样 sq 一个什么 数主吧 id area 等于ids s.sublet 是吧 逗号分割 成这个数主 然后 tbu service 点 delete multi id array 是这意思吧 嗯 然后这里就 success 点 success 删除数据成功 先这么写的嘛 好吧 那 这个删掉 否则呢 否则是删除失败 对不对 哎 或者 或者把这个 放在 不用不用啊 就就这样 然后就 这就得 bass result 等于 new一个 不是 bass result 点 fail 哎 就删除失败啊 简单一点 好吧 简单一点 好 那上来就 new了一个 也不合适 实际上 对不对 还是应该怎么样 还是应该放里面 对吧 用哪个 弄哪个 这是success 这是 删除用户 失败 删除用户 成功 可以吧 这里 放到他下面 肯定要删了之后 才能成功 是吧 对吧 你直接成功了 你还没删掉 不不 还是很尴尬 好 return回去 那么 是不是试一下 这是真的 对吧 真的 这是试一下 cntrf5 刷新一下 没问题 我们 因为这个 我们新增一个 好吧 新增一个 想删两个 test 新增一个 test 111 ata11 点抗 这个是123456 test1234 手机 158 12345678 提交 成功 然后 选两个 对吧 然后删除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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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怎么回事 什么 诶 我刚刚刷新了呀 刷新一下啊 好 这里下个断点 可以吧 下断点 看一下啊 删除 确定 过来了吧 刚才肯定是反应慢了一点 对吧 有没有啊 有 删了 哦 报错了 对吧 哦 报错了 哦 难怪的 报错了 i d i d i d not front 为什么呀 啊 哪个配置 哪里啊 这里啊 不是吧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这个这样的啊 这个这里啊 少少一个属性 对吧 item等于 id啊 不然找不到 对吧 好好 好 刷新一下 选上 删除 确定 成功了吧 诶 成功了 然后下面就是想办法 把那个 什么 提示 对不对 这个 这个小任务就交给你们自己完成了啊 你看怎么样能把这个提示装上去啊 当你弹框各种都行 随便你只要提示成功就可以 对不对 啊 这个小功能就交给你了 好 这就是什么呀 批量删除 没问题吧 可以啊 批量删除